台北闻山区有男子喝醉 在骑楼大吵大闹 还试图要公住住户 那么由于当天是总统立委的开票日 远警都在忙着起务 当时有一名女警率先抵达现场 没有想到闹事男子看到了 是女生步步进逼 试图要骚扰 女警赶快呼叫支援 最后有11名警力火速赶到现场 男子看到这样的场面 才不敢再继续闹下去 好了 不要动手 不要动手动脚的 他一直一直拆掉去 骑楼里只见一名黑外套男子 喝得醉醺醺 大吵大闹还推住户 警察来了也没在怕 因为他发现只有一名女警到场 越来越嚣张 放开哦 放开哦 闭嘴啊 感动到那边需要支援呢 就怕场面失控 女警急忙呼叫支援 每几分钟12345 一共9辆警右机车和1辆警车 火速到场 是一名园警把他团团围住 看到这场面 男子不敢再闹下去了 你这家不能敢 你不要动手动脚啊 我好 我好 住屋只是在自家棋楼柱子喷击 没想到13号晚间 这名男子喝醉酒后经过 一个看不顺眼 时空大闹 甚至还试图攻击住户 民众赶紧报警 而这名闹事的男子 其实也是辖区头痛人物 每次遇到女警都会特别兴奋 甚至还故意步步逼近 试图骚扰 经警方劝阻以后 人不听便呼叫线上资源 虽然本所警员经历一整天的选举 请勿 疲惫不堪 能义无反顾的前往资源 由于当天是选举开票日 警务工作繁忙疲累 但一听到资源 直奔来帮忙 让女警超感动 这也是有史以来之间派出所 出动最多人到场的案件 顺利化解女警危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